這些是一般同學使用的教科書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視覺有障礙的同學 日常是怎樣上課和學習的呢? 我們今天請了 深江學校視像學童支援計劃的 一位融合生為我們作一個介紹 大家好,我叫榮順 我是一位全生命的學生 我現在在一間主流中學裏讀中樂 今天我想簡單介紹一下 我平時學習的情況 讀書當然不能夠沒有課本 我的課本就是點字書 一本印刷字的書 就以這本為例 這本經濟書 就會分拆成這七本點字書 如果多的話 甚至可能會分拆成幾十本 這些點字書都會有表格、圖像等等 方便我去理解裡面的資料 除了用點字書之外 電子學習也非常重要 而這部電腦 裝設了讀評語件 能夠將螢幕上面的文字 以聲音形式 去讀出來 我就能夠靠聽 寫作又活有秘訣 空格又比普遍平時多讀得上 多謝 除了靠聽之外 然後我也能夠用這部電腦 點字顯示器 靠摸 能夠摸到螢幕上面 究竟有什麼文字 也對我學習很大幫助 當然上課 平常我只能夠用喇叭聽 我就會用耳筒 就可以拆了耳筒 一邊聽電腦裡面的文字 也可以聽老師的講書 不會騷擾其他 有則電腦和點字顯示器 我只能夠讀到電子書和網上資源 這些電子書和網上資源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能夠得到 很廣泛的學習資料 同時也可以減輕我的書包重量 不過電子書 基於版的問題尚未普及 隨著新高中課程 看看老師會用很多的教材 筆記 定期也會有測驗 考試等等 這些教材主要有兩個處理方法 第一 深高學校會有資源老師 和主流中學保持聯繫 定期去我學校 去了解我的情況 我就可以將印刷字的教材 去交給我的資源老師 他就可以 拿去深光點字製作部 將這些教材 轉譯成點字 轉譯完成之後 就好像我面前的一堂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老師可以直接 把電腦軟管給我 我就可以用電腦 就可以閱讀得到 那些學習資料 如果老師能夠 可以將他的教材 事先給我 或者是 轉交我的資源老師 去轉譯成點字的話 對我的學習會更加好 因為我可以在堂上 可以和其他同學一樣 可以同步學習 總括而言 有著深光學校的支援 主流中學 各個機構 和政府的配合 對於我接受融合教育 和學習上面 有很大的幫助